只有五千字的道德经 一直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难读懂的经典 几千年来 关于老子 关于道德经 有着无数的传说和猜想 这是一幅流传已久的老子传道图 画中的老子难道是在向老虎传道吗 那个大圆圈又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而这样一幅画 又能为解读道德经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曾世强先生 将为我们解开这一个个谜题 敬请收看道德经的奥秘 第一集老子传道 我们这次要来探讨老子的道德经 要探讨道德经 它有好几条路 因为道德经实在太大了 你从哪一方面去 它都有很多条路 所以叫做条条大路通道德经 那我们现在要采取哪一条路呢 因为你从每条路进去 你所看到的都不太一样 因此我们这次要选一个比较少用的 有更广大的事业的那条路 我们看看历史 道德经在西汉景帝以前 它不叫道德经 那时候根本没有道德经这个名词 就叫什么 就叫老子 表示什么 表示这是一本老子所写的书 这个就表示什么 表示他还没有得到大家的共识 认为说我们都应该学他 还没有 但是汉景帝他了不起 因为我们都知道 文景他是事实老子的学问的 所以他自己实践的心得 他认为这个太了不起了 所以不应该叫做止 应该提升他的位阶 所以叫做经 经是不容易的 经就是 他是不能乱改的 他必须要经常照这样去做的 而且他是很正经的 可见当老子所写的书 被提升为经的位阶的时候 那他对中国的影响就更大了 到了唐玄宗 他把道德经尊称为正经 道德经是正经 那别的经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一般人想到真就想到假 想到假他就想到真 老子就是要破除 我们这种 我没有说他不好 也没有说他不正当 因为这些观念 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 我只是说 你把真和假相对 不假就是真 不真一定是假 那你就终身痛苦不堪 我们常常认为 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不是真的 即是假的 而老子却通过道德经告诉我们 这世界上的许多东西 都是非真非假 或者说是一真一假的 但是真和假是完全相对的 怎么可能混淆在一起呢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你到古董店去 你看了一个古董很喜欢 你就问他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说这个不是假的 他为什么不说这个是真的 他只说这个不是假的 什么道理 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你说这个玉皇 它就是玉的 那是不是当年用的那一个玉皇 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敢说它是真的 你看 这就给我们很深的一种印象 就是说真的跟假的 它不一定是相对的 大家从《易经》的观念里面 你很容易想到 有一部分是真的 有一部分是假的 真的很少 假的也很少 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它非真非假 又真又假 那这样一来 很多人就开始 搞不懂了 真的跟假的都很少 那最多的那一部分是什么呢 一个字嘛 就叫实嘛 所以我们现在要读老子的书 你一定要记住 真假当中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实 所以中国人经常讲说 我们说实话 很少说我们说真话 凡是说我们说真话 大部分是假的 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 我们充其量 只能说实话 你看科学 它说要追求真理 现在都知道 做不到 因为真理 是谁都不知道的 才叫真理 我们科学 只能告诉我们 实话 所以你看 这件事情 经过科学的证实 我们没有用真真 真真 那谁也不知道 你是真的假的 我是证实 为什么 我看到了 我做实验了 你看也用实验 没有用真验 所以这里有两句话 大家先把它搞清楚 到底是眼见为真 还是眼见为实 我们中国人 比较喜欢眼见是实 因为我们知道 眼睛只能看到实的东西 但是究竟它真不真呢 大部分都知道 是不真的 因为有那么多的颜色 我们只能看到 其中的一部分 很多部分 我们是看不见 眼睛的功能 是有它的局限性 事实上眼睛 是常常会欺骗我们的 比如 这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图像 但是当你的眼睛一动时 是不是觉得它在旋转 而且你越紧张 它旋转的速度 就会越快 老子早在几千年前 就告诉我们 眼见并不为真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讲清楚 很多人读了《道德经》以后 他心里就想 原来道家是阴谋的 老子他这种心机 是不正的 所以你看 读《道德经》到的最后 就不道德了 就变成不道德了 这种情况太严重 而且我们这次必须要把它说出来 否则的话 那你这样不是很冤枉 老子吗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老子给我们的影响 也是一阴一阳 两种都有 你看你从这里可以证明到 中华文化的根源 就是易经 老子是在 解释易经的 最高的那个部分 所以他告诉我们 中文要怎么样 可是我们听出来的结果 很多是听到相反的 这也是老子很无奈的地方 也是我们这一次 为什么不一下子 就开始讲《道德经》第一章 第二章 我们不想做的原因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 基础 把这些长期以来 被误解的 甚至产生破坏性的东西 我们先把它挖掘出来 我们把它说清楚以后 我们用一种 很正确的心态 去了解老子 这才是我们这一次 要做的工作 所以这次 如果我们真正了解 《道德经》以后 我们应该会把这些负面的影响 把它降到最低 这样才有意义 你看老子 他一共只写了 五千两百多个字 当然了 这又是一则案例 中国人讲《道德经》五千元 那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 你不能超过一个字 超过一个字就是不真 这数字不真吗 超过的不可能这样 所以当我们讲老子的文章 一共有五千个字 我们就知道 他前后会有些弹性 可能少一点 可能多一点 所以现在老子的版本很多 其中有一个版本 他真正齐齐 切成五成个字 反而不可能是真的 当然了 我们今天很遗憾 老子亲手写的那部经 不见得 我不希望大家觉得 不见得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想 他也不见得是好事 他也不见得是坏事 这就对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这里 我们就非常清楚 读老子书 我们第一个 要检讨自己 我们现在都是按照 我们的尝试来判断 这个对 那个错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尝试 本身也有问题 你这个标准不正确 你去判断这出台的东西 可能正确吗 好像也不对 因此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抱着 很冷静 很恭敬 很真诚的态度 好好来听听老子的话 然后回过头来 要调整自己 而不是用我的看法 来看老子这个对 那个错 我们不是来批判老子 我们有必要的 我们是来了解他 为什么 写了这五千个字 我们要了解 老子 要了解当时那种情境 之下的老子 而不是现在 用我们的方式 来想象老子 那是不可以的 我们真的真的很幸运 这个可以讲真的 因为我们无意中 在朋友家里面 看到一幅画 这幅画 如果他没有标题的话 你也不晓得这个 好像一个老人 跟那个老虎很亲近 那他是训寿师 他专门训不老虎 那也完了 我们倒是希望各位 用几个角度来看 这个圈圈是什么 这是关键 你说那是太阳 真的是太阳吗 你说他是月亮 真的是月亮吗 你说我知道了 那就是什么 圣人他有很大的能量 是这样吗 其实 他这个圆圈 既不代表太阳 也不代表月亮 更不是什么能量 不是 因为老子的观念里面 他没有这些东西 画中的这位老人 就是老子 老子 老子为什么要和老虎坐在一起 他在和老虎说什么 这幅画 有着怎样的寓意呢 而画中那个既不是太阳 也不是月亮 更不是什么能量光环的大圆圈 又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圆圈圈 这个圆圈就是道 因为老子 他跟老虎讲什么话 就讲道 只有道老虎才听得懂 其他人都全部懂 那老子为什么要去跟老虎说话呢 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启发 他告诉我们 道德经 要讲的是真话 而真话是高度危险的东西 就好像跟老虎讲话一样 老虎 他代表什么 他就代表 租子百家 你们租子百家 都非常有学问 但是 各有不同立场 所以他就那个立场 他讲出他 妥当的话 就成一家之言 可是老子一看 你们这样的 造成很多的混争 各说各话 每个人说自己对 我们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反而大后说 我们现在的时代 其实跟老子那个时代 相差不严 多原话 公收公有利 婆说不严 到底谁有利 谁都不知道 那老子就有人着急 这样还得了吗 所以 他就想要讲真话 可是讲真话 你活得了吗 历史上告诉我们 讲真话的 不是活不了 就是活不久 那怎么办呢 所以他就说 那我干脆出关去吧 出关去的时候 他那个视线就知道 有人会留住他 不让他走 那他说我要走 那就会叫他留下 当然不知道留下什么 反正留下你的保贵心得 就是了 这个时候 他就抓住机会 豁出去了 就写了真话 然后 莫知其所踪 你用这个角度 来了解 道德经 我们是猜想 老子会比较高兴 因为终于我们 知道他 在讲些什么 而且他 为什么要这样讲的原因 而且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 就是我们每次听到 这四个字 我们都知道 这次讲讲中国社会 叫什么 卧腑残龙 你看老虎 他是卧在那里 他为什么卧在那里 因为他够凶猛 一个够凶猛的 他随时可以卧倒 他不在乎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惹我 我一站起来 你就完了 老子呢 老子是龙 老子为什么是龙呢 因为那是孔子讲的 孔子见过老子以后 回去人家问他 他怎么样 他说我看别人 我都看得到 我看他 不是看不懂吗 因为他跟龙一样 据说孔子仰慕老子的学问 写种地子前去问道 而老子见到孔子时 并不说话 只是张开嘴 让孔子看他残缺的牙齿 和完好的舌头 种地子皆疑惑不解 孔子却领悟道 老子的意思是 牙齿虽刚强 却残缺不全了 舌头虽柔弱 却保全至今 所以孔子说老子 他是长龙嘛 那大家可以猜一猜 到底谁是强者 谁是弱者 老子当然强了 所以为什么老子他所讲的都是弱 都是柔 因为他知道他再强也强不过老子 所以老子的哲学里面 很明确告诉过 柔弱 胜干强 我们从这幅画里面 可以看出很多很多东西来 我们就知道 画这幅画的人 他本身也是 道家的修量很高的人 他就这么画一画 他什么都不说 看大家你能够悟到多少 可是 老子也是不讲悟的 老子讲什么 我们会慢慢把它说出来 不要用我们的尝试 去了解老子 否则老子是很冤枉的 他当时大概悠哉悠哉的 过生活 他干嘛 写完以后 就莫自其所忠 他这是有玄机的 就是要提醒我们 人应该说真话 你不说真话算什么呢 可是第一个 你有没有能力说真话 第二个 你说的真话人家会不会相信 经常你说真话人家是不相信的 你说假话还很多人相信 这事实到现在还是这样 你说了真话 你该怎么办 不然变笑话嘛 你看说真话 然后后面后患无穷 那就是笑话 因此呢 他的标题 简单 只有四个字 叫做 老子传道 老子传道图形象地告诉我们两点 第一 道是柔弱的 但柔弱 胜刚强 第二 老子在讲真话 而讲真话是很危险的 那么老子的道德经 究竟讲了些什么 既然讲真话是很危险的 我们现在还要不要 讲真话呢 我们今天敢在这里讲 不是说我们不怕老虎啊 不是 也绝对绝对不是说 我比老子高明 没有这回事 而是说 时代背景 让我们可以不必冒这么大的风险 我们就开始要讲真话 但是不管怎么样 讲真话 永远是得罪人的 讲真话 永远是对说的人不利的 那大家就觉得 那我这个人不是很纯吗 我怎么感冒这些人呢 不会 因为 大家慢慢听下去 就可以了解 现在明治已开 资讯充分 大家经过多元化的 几当 我们要来讲真话 是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现在再不说真话 那人类真的是太危险 我们不是冒险 也不是故意标板 都不是 而是说 这几千年来 我们把老子 曲解 误解 甚至读了半天 还搞不懂 都不是坏事 天下没有坏事 因为那时候 时未到 现在是时已到 我们讲完以后 大家会觉得说 那真是我们这个时代 最需要的东西 这才是我们 这一次 经过很 长期的 准备 要把它 真正的 讲得比较清楚的 一个用意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应该 从哪一句话开始 我相信大家都是 一想就通嘛 当然从第一句话 道可道 非常道 老子会把它摆在 第一句话 就把它写出来 当然有它的用意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要说 为什么 道可道 非常道 我们开始要进入 老子的思维 谢谢大家